站起來給大家打成招 我們歡迎小立老師跟小老師 謝謝你們兩位在感動當中抽空 來跟我們大家參與這個活動 非常謝謝 那接下來呢 公共電視這邊呢 有一個也是我們之前做過的一個視障版的影片 共識人生劇展的美麗人生系列的影片 要來送給我們的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那我們是請王立市長來代表 謝謝 那家長協會這邊也有個感謝狀要回贈給公共電視 我們也請理事長 謝謝 然後呢 家長協會這邊是不是還有一幅畫 先送感謝狀 家長協會這邊有個 那個感謝狀也要送給小滴老師 我們歡迎小滴老師 謝謝 謝謝 然後呢 他們也特別的請到了一個視障畫家是青年畫家是中中 然後他特別以數到第365天這個故事的戲劇的這個梗來畫了一個數到第365天的畫作要來送給公共電視跟小滴老師 那我們就是再次請兩位代表出來 然後呢這個是由家長協會的代表是由子余跟子余來代表來送給公共電視我們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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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呢 呃 家長協會的位琦這邊呢 也準備了一個感謝卡 然後這個感謝卡呢 是非常特別的是一個點字版的感謝卡 然後 呃 那這個感謝卡帳面呢 他是寫著小弟老師 謝謝您透過戲劇 帶給我們心裡無限的飾演 好那我們是不是大家一起拍張照片 那請大家先回座好了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就來開始進行 我們今天數到第365天的座談 那可能這個過程 我們就來交給小弟老師 來到前面這邊 來跟我們大家做一些活動 那大家呢 對於這個影片看完之後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感想 然後想要跟我們做分享 或者說有一些拍攝的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很特別很有趣 想要提出來跟小弟老師詢問的 都可以在這個階段先來做說明 請小弟老師來說明這樣子 那首先就是先請小弟老師 先簡單跟我們大家說一下拍片